大家好 茶花虽然它的抗病能力呢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特别是夏季呢 可能或多或少 还是会发现你的茶花会出现一些病虫害 那么茶花它之所以会出现病虫害呢 其实主要是与这三个因素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是哪三个因素呢 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外在因素 那么这个外在因素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你的这个植柱啊 放在那光照比较适合的地方养护 然后呢 它摆放的地方呢 通风不凉 然后就会导致植株它吸食不到新鲜的空气 然后导致植株呢 会出现瘦弱 叶片的质地特别的薄 整个植株的抗病能力直接下降 然后就会容易自身病虫害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一定要把你的植株呢 放在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通风环境一定要特别的好 那么这样的植株不仅长是好 而且还不容易自身病虫害 第二个因素就是自身因素导致的 那么像这种成年的茶花 如果我们不定期给它修剪 增加你的植株的这个通风透气 那么植株的话 它的枝条呢 太过密集 就会导致它通风不好 就容易自身病虫害 所以呢 我们在养这个茶花的时候 特别是成年茶花一定要定期的修剪一些弱枝密集的枝条 当然呢 如果你的这个植株啊 它的根性呢 不够发达 然后整个植株的抗病能力下降呢 也会导致它出现病虫害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定期使用一点这个凝甲肥 这样凝甲肥的话呢 可以有效的促进它撞根 然后呢 可以提升植株的一个抗病性抵抗力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人为因素了 那么人为因素的就有非常多种 就是我们可能在浇水啊 施肥这些方面呢 没有做好 然后呢 出现了肥大 水大的情况 导致植株烧根 烂根 那么植株这个时候就会处于一个病弱的状态 就很容易导致一些病虫害呢 趁虚而入 会导致它出现这个病虫害的感染 所以呢 我们大家在浇水施肥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盆土不能够过多的积水施肥了 也一定要做好这个薄肥情思 当然呢 盆土减化也会导致植株的一个抗病能力减弱 那么我们就要定期的给你的这个茶花的给它进行补酸 这样的话 在这种酸性环境下呢 它的长势会更好 不容易出现这个病虫害 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